近日在朋友圈,有关美国联合32个盟友,对华为在5G方面的布局,发出致命一击的帖子,引起了人们的讨论。 而这时,为华为感到担心的,趁机冷愁热讽的人,都一一出现。 不过参考华为在5G方面所取得成绩,我们真的是瞎抠心了。 美国方面一直在拿华为来说是,根本原因就在于华为不受美国白宫控制而已。 正因为这样,5G的安全问题,就被美国人挂在嘴边。 但各国都不是傻子,通过华为给欧洲各国,普及了4G网络这件事。 他们自己也知道正确的选择是什么,再退一万步说。 就以现在国际共通的特性,美国想阻挡华为脚步的这个想法,都是不可能实现的。 截止到目前,中国在新一代通讯标准5G的专利申请数量占比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一。 这一数量也是4G标准的1.5倍以上。 而这就是西方国家绕不过去的一道坎。 曾经在4G时代,因为专利的原因,标准都是有欧美设定。 现在到了5G时代,中国的存在感,就让它,不得不重,起来。 据德国专利资料库公司Applytics的资料显示,截止到三月份, 中国在5G通讯所需的标准,必要专利申请数量中,占比达到了34.02%。 如果以公司贡献来分的话,在5G通讯专利申请数量前10的公司中,排名第九的中国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,第五的中宣通讯,以及排名第一的华为,就在中国在5G领域力量的体现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华为一家公司的占比,就已经达到了15.05%。 可谓相当近日,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,由于在装备间资料传输,以及自动驾驶等技术领域,有助极大的应用前景。 5G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。 因此,以华为高达15%的5G专利申请数,美国想绕开华为应用5G技术,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。 Aplitics之行长蒂姆·普尔曼就直言,即便华为不在美国销售商品,美国实际上仍需要向华为支付专利使用费。 也就是说,不论美国怎样打小算盘,付钱给华为这件事情,基本都不会改变。 除非美国突然技术爆发,越过技术壁垒。 然后再说回此次美国联合32国针对华为的事,美国的目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明确。 但这从另一层面上来说,就相当于美国不让齐。 盟友得到技术进步了。 最近一两年美国的退群操作让人看得是目瞪口呆。 说句不好听的,这32个国家,现在还是美国的盟友。 但明天说不定就被美国呆方面给抛弃了。 因此,这种联合从根本上来说,实现就有助一些难度。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,我们可以知道,这次美国及其盟友得出的布拉格提案,实际上只是一份摊考建议。 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。 同时路透社的报道也直接挑明。 不少参会的国家,并不准备在任何会议材料上签字。 可见美国的盟友,确实都是有脑子的。 而从事情出现之后,华为的淡定表现,我们也能看出。 不论美国做什么,华为5G的角度,已经是不可等了。 至终。